大家好,今天带你看迷宫犯第五集剧情 老样子动画组三改的部分我会提出来补充 也会给大家科普原作的其他资讯 那我们走起 这边呢,视角转到了迷宫的另一只探险小队 也可以把他们当作莱欧斯小队的对照组 是一只以打倒魔法师为目标的小队 而且对自己能攻略迷宫的能力坚信不疑 非常的自信 队长卡布尔是半生人 和莱欧斯不同,他最讨厌的东西是魔物 在谈到那些深入迷宫的人怎么解决食物问题时 黑皮表示不想沦落到吃魔物的地步 各项能力都很突出 就是作为队长他的经验还上前 这边黑皮小队走到了他们从未到达的新一层 虽然动画和原作都没有提及 但根据公事书的时间线 这个时候他们的位置是地下四层 他们也发现最近的魔物比以前更活跃了 这边他们偶然发现了未开箱的箱子 虽然小队的魔法师觉得开这种东西浪费时间 当然不开开怎么知道有没有东西呢 漫画里是有说明他们曾经开到过什么东西的 像是一些救赎本、古货币、药草、化妆品等等 果然来运气贼好开出了一箱财宝 黑皮小队打算就此打到回复 画面一转来到莱欧斯小队 他们发现了被灭团的黑皮小队 莱欧斯觉得是被幽灵干掉的 盛希觉得饿死了 而齐恶查克觉得是金钱纠纷 不管怎样为了防止他们变成丧失 马洛希有把他们拉到一旁进行祷告 动画里马洛希有表示自己的祷告能力不及法灵 其他人正在讨论散落的金币要怎么办时 这时莱欧斯的剑突然动了一下 莱欧斯也觉得奇怪 这个新伙伴明明之前很乖巧的 现在怎么突然这么着动 有没有可能是在叫自己拔剑呢 果然啊一拔出剑 金币的样子就不对劲了 他们都突然冒出翅膀到处乱穿 黑皮小队带着的财宝项链 也都变成了会动的虫子 动画里马洛希有被吓到的表情也是略有不同 感觉动画组画得比较呆萌一点 不管怎样吓傻了的马洛希有 直接放了一个眩晕魔法 莱欧斯小队也无一幸免 这种魔物叫做宝石虫 在变成财宝之前有自己的尼泰 他们会伪装成财宝 趁人类不注意时发动攻击 小伙伴都很惊讶 莱欧斯竟然能注意到宝石虫 这个嘛虽然说是新伙伴提醒的 但为了不暴露新伙伴的存在莱欧斯只能把功劳拿下了 旁边圣西已经在挑选能吃和不能吃的宝石虫了 马洛希有的表情真的是画到很到位 众所周知就算是在现实中 虫子能提供的蛋白质和营养都不逊于肉类和鱼类 而在这部美食饭更是如此 蜈蜈的脚口感不好 所以吃之前要把脚去掉 蜈蜈串起来烤 金币直接下油锅 剩下的拿来做成果酱 这样一道天然的宝石虫甜点就做好了 齐尔查克以前也吃过 但在迷宫里现抓现做的果然还是比较好吃 莱欧斯觉得宝石虫和盔甲怪都一样是弥态 所以刚刚才会出现应激反应 而且小伙伴好像是把自己当成同伴了 莱欧斯直接爱了 齐尔查克询问要怎么处理这些不能吃的宝石 圣西让他扔了即可 马洛希有好奇这些不能吃的是有毒还是很难吃 但圣西表示 真的宝石要怎么吃 两人傻了 我丢了你才说 与此同时新伙伴的名字也出炉了 就叫建筑 吃完后小队又继续出发 这时马洛希也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气 附近的温度开始骤降 发现是好多幽灵聚集在这里 这些幽灵呢 是因为各种原因留在现实的死者灵魂 他们有着附身在肉体的本能 被附身的人会化为僵尸 直到肉体腐烂变为骨头 而当骨头风化消失后又会变回幽灵 这时他们就会开始寻找新的附身者 老师让他们快走 齐尔查克想说用魔法把他们全部消灭 但想到现在法灵不在这里了 马洛希也发现正后方一个幽灵正在虎视眈眈 让他们快走 慌乱中莱奥斯把宝石虫料理弄丢了 打着不浪费的精神莱奥斯回头了 果不其然的幽灵缠在莱奥斯身上 情急之下马洛希也用魔法驱逐 但爆炸声引来了更多的幽灵 莱奥斯吐槽你就不能像法灵一样温柔一点吗 而马洛希也表示法灵用的魔法难度很高 而且他非常擅长对付幽灵 打着不让幽灵更加痛苦的高尚品德 法灵的驱魔方法一直都非常的压杀系 对比马洛希也的方法就非常的简单粗暴 齐尔查克还因此和他吵了起来 他们躲到了一个房间 但幽灵其实能穿墙 所以躲起来其实效果不大 于是神兴拿出东方驱魔的圣水 不过他手上没有现成品需要当场制作 说到世界各地有着各种驱魔方法 比如火、酒还有大家常用的盐 最后再加上一点香草和生物内脏 这些东西混合起来一瓶无国级的圣水就完成了 这时幽灵也找上门了 但神兴却把做好的圣水密封起来 众人都慌了 不是要用这玩意的杀在幽灵身上吗 接着神兴把瓶子用绳子捆起来 而旁边的莱奥斯已经冷的陷入了走马灯 想着当初被吃掉的是他而不是法灵就好了 结果在这时神兴挥着圣水把莱奥斯的走马灯打散 切查克表示刚刚的瞬间似乎见到了自己去世的老父亲 众人没想到是圣水隔着瓶子也能奏效 莱奥斯想说也许是被法灵附身还是什么的 但马洛西尔反驳说法灵还没变成幽灵 莱奥斯瞬间振作起来 虽然有些事情是只有法灵能做到 但现在的他不在这里 我们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 说完莱奥斯也冲上去帮忙驱魔 一度猛如虎的操作下幽灵们全都被消灭了 而这个瓶子隔空驱魔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了幽灵的身体能够穿强 那是不是也能穿过瓶子直接接触到圣水呢 是不是比破出去还更有效率 也不会浪费圣水 而且圣西发现圣水在接触幽灵后竟然结霜了 变成了能吃的雪糕 你不说这玩意儿还真好吃 里面还放了史莱姆口感非常Q弹原论 这时莱奥斯突然来了一句 说如果法灵还在这里的话 就吃不了这么美味的东西了 小伙伴都傻了 你这么说是觉得法灵不在这里更好吗 所以说出门在外不要乱说话 老实无奈要是法灵在的话 一定会帮他原厂的 好了以上就是迷宫犯第五集的内容 这集改编了漫画十字十一画的内容 整体来说呢 这集也是没有什么改动 就是演出的部分还是一如既往的比漫画丰富的多 所以就这样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内容 我是阿兰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